台北YMCA圣乐合唱团 今年第七十三届 在圣诞节期演出神剧弥赛亚 全取内容取材于圣经 又取得第一部预言耶稣降生 第二部的主题是受难与得胜 最后以复活 救赎 荣耀为主题 借着高雅庄严字句和悠扬旋律 让弥赛亚成为三大神剧里 最快智人口的作品 读圣经经文的时候 你看到弥赛亚里面 那一段是这样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韩德尔写的这个音乐 就是那个情境 比如说像有一首 We like sheep 有没有 那一首 那一首里面他写得真好 因为他写说 我们都好像泥土的羔羊一样 他就把Soprano写 写得很高 然后贝斯写很低 为什么呢 因为羊各自走各自的路 然后最后又把它弄回来 We like sheep 的时候 音乐又回来了 弥赛亚这部作品里 16分音符副格的跳动 与巧妙的对位 每每都让乐迷们听得如痴如醉 但是对于乐团来说 这也是最困难的部分 这个乐曲我觉得是在 弥赛亚里面是最难唱的一段 为什么呢 因为他阴诚跳要非常的多 然后又告诉我们说 要easy 要light 可是呢 这么难唱 怎么easy 怎么light呢 所以我就跟团员们说 唱的时候要信心 你要倚靠神 你真的是把你的重担 能够托付出来 弥赛亚属于巴洛 乐客时期的乐曲 对于音乐的和谐性要求非常高 因此乐团在排演的时候 也是经过不断的调整 悟求把最好的细节呈现出来 那16分音符就是它的精髓 所以16分音符就要唱成跳乐的感觉 但是不好唱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要鼓励团员们 你在这16分音符当中 哪几个音是重要的音 要唱重音 哪几个音可以稍微的偷换气 然后让音乐能够衔接下去 乐团他们什么地方 会容易赶拍 那歌者他在什么地方 他可能会需要舒缓一点 他会需要一个换气的一个气口 那很多的这些的细节呢 其实都必须要实际到了现场 去观摩排练才能学习到 今年是缝作曲家 韩德尔逝世260周年 当年他不眠不休的 仅花了24天便完成神剧弥赛亚 他在绝望中重拾信仰的创作故事 是每个基督徒们真实的写照 他在这出神剧里面 他仰望神 他看到了他的不足 看到他自己多么需要神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跟我们一般的基督徒 一样的 我们在需要上帝的时候 那那个连结是非常强烈的 韩德尔这首神剧 把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以及上帝所带来的讯息 都在弥赛亚这部作品里 完整地表现出来 盼望每个人都有机会 在这个圣诞节期里 透过圣月 回到上帝的怀抱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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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